民用船舶两栖投送能力竟然比军舰还要强 美军全球作战竟然也是依靠民船 本期视频为大家一一解答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迷彩虎 我是虎哥 我国这些年来啊 一直在为建设远洋海军而不懈努力着 而成为一支远洋海军的标志之一 就是拥有出众的远洋兵力投送能力 想要实现这一点 主要依靠的就是两栖登陆舰队 但是除此之外也不是没有其他方法 比如说最近解放军就测试了一种新的远洋兵力投送方式 日前由陆军某重装合成旅联合地方组织 开展的一场主战装备成舰制跨海投送演练 从某种程度上讲 就代表着一种提升我军跨海投送能力的全新途径 从解放军公布的画面来看 这一次我国陆军用来运输装备的船舶非常特殊 从涂装颜色上看 根本就不是军舰 而是民用船舶 根据资料来看 镜头中的这一艘民船名为长达龙号 是一艘汽车滚装船 该船船总长140.5米 行宽24.4米 满载排水量更是达到了2万吨级 但是并不是什么样的滚装船 都能够用来运输陆军重型主战装备 据了解这艘长达龙号 在设计建造之初 就考虑到了军民两用 专门为运输军用重型装备 进行了设计优化 使其拥有了承载重型装备的能力 并且该船不仅内有八层载车甲板 和直升机起降平台 同时还预留了指挥舱室 和军用通信设备接口 各种配套显得极为完善 别看这艘船是民船 但是在装备运输能力上 一点都不次于军用两栖舰艇 这艘长达龙号滚装船 能够做到一次性跨海投送 两个满边的机械化步兵营 这样的运输能力 足以和我国同为两万吨级的 071型船屋登陆舰相媲美 并且由于自身的排水量足够大 这种民用滚装船 在执行远洋兵力投送任务的时候 人员舒适性相比中小型两栖战舰 也更加优秀 实际上利用滚装船 执行军队的远洋兵力投送任务 并不是我国首创 在这方面 我国也只是刚刚开始 这方面真正的航家 那还是美国海军 尤其是其下属的海上预制舰队 乍一听这个名字 可能有很多老铁都一脸懵逼 美国海军的海上预制舰队 又是个啥 实际上美军之所以能够在全世界 保持军事存在 并且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 发动一场局部战争 所依赖的除了航母和军事基地之外 就要数布置在全球各地的 海上预制舰队了 在上世纪末 美军总是苦于 移往海外军事行动 海军空军都能快速抵达 但真正锁定胜局的陆战队和陆军 等地面部队总是慢吞吞 举个例子 海湾战争从1990年8月 美军决定出兵 到1991年1月开打 仅仅是集结部队 就花了将近半年时间 为此美军提出了 海上预制舰队的概念 简单来讲 海上预制舰队 就是美军的海上军械库 这些舰队主要由一些 专门设计的大型中速滚装船 加货船组成 这些船之中常年装载着两个陆战旅的成建制的全部装备和30天作战物资 在热点海区长期飘着 一有需要时 10天内赶到登陆点 其次就是海上浮动码头 这些海上浮动码头 实际上就是海上装载平台 可以实现陆军或者陆战队装备的海上装卸 将人员、装备、物资相结合 随时能够投入登陆作战 如此一来 美军就能够实现在10天内 在全球任意地区 投放两个兵力为1.5万人的重型合成旅 并且能够维持30天的战斗 直到本土部队正式赶到 而在运送本土大规模部队时 美军也会动员本国大量的民用滚装船 进行陆军重型装备以及物资的运输 从这里也能发现 在美军的整个远洋兵力投送过程中 大中型滚装船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然了 目前的解放军还做不到美军这么好 在全世界各地设置海上预制舰队 也就意味着有大量一线部队的先进装备 就这样在海上飘着 平时根本用不到 这也是为何美军在打完仗之后 往往连装备都不要了 就地卖掉或者送人 毕竟在海上还飘着一套全新的武器装备呢 把老装备运回去还要多花一笔运费 我军目前还处在先进装备的更新换代期 有大量的老装备急需新装备来替换 根本就拿不出多余的先进装备 来建设海上预制舰队 但是这种利用军民两用的滚装船 来进行远洋兵力的投送 却是我军急需的一种能力 而这也意味着 我军未来的远海投送潜力 将不再只局限于现役的两栖舰队 这为我军成建制远海投送能力 所带来的提升绝对不止一点两点